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下期的节目 今天下午首先为大家分享课程的是彭新老师 彭新老师中医学博士职业中医师 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 现于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所工作 从09年开始从事生命的修复养生与修德的专题报告 他在全国各大省市讲座多达一百多场 受到广泛的好评 并且兼任中央电视台 北京电视台 山东卫视 以及人民大学的养生顾问专家 下面就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 有请彭新博士为我们说课 掌声有请 大家好 尊敬的在场的各位嘉宾 各位老师 尊敬的电视机前 网络前的各位朋友们 大家下午好 我今天演讲的题目 还是以前的 叫做中华传统养生之道 我们为什么要讲这个传统养生之道呢 因为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 人们呢 对于生活的质量要求越来越高 那么呢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们就需要首先呵护我们自己的健康 那么呵护健康呢 有一整套的方式方法 原理原则 那么通过传统文化的修学 可以使我们达到健康 长寿 善周 这样一种结果 首先呢 我们先看一下 人的一生分为四个阶段 生老病死 按照世界维生组织的统计 在整个社会人群里边 只有5%的人是完全健康 有30%的人呢 处于疾病状态 比如说高血压 高血脂 糖尿病 中风 癌症 剩下的65%呢 处于亚健康状态 那么 有了疾病 可以用药物来治疗 亚健康呢 按照现在医学的标准 没有针对性的药物 只能是针对症状 那么在这个领域里面 中医的擅长 非常的明显 中医呢 是根据一些人的症状 比如说亚健康呢 很多症状 失眠 健忘 头晕 耳鸣 腰酸 背痛 当然有这些症状的人呢 他们呢 去医院检查 医院无法给出诊断 去检查血压呢 都增长 血糖呢 也增长 就BX CT 核磁 也没有发现有肿瘤 于是呢 现在医学 无法给予药物 进行针对性的调理 那么在这过程当中呢 中医 恰恰可以 弥补 这方面的不足 因为我们人体 就是一个很敏感的信号反射器 你身体有哪些问题 你就会出现哪些症状 出现了症状之后呢 代表着你的五脏不平衡 五脏 心肝 脾肺 肾 五脏不平衡 就会有这样或那样的表现 比如说我们当火上眼 眼睛呢 就会痛 就会红 脾气呢 就会不好 我们假如说脾胃不好的话 就会腹痛 腹胀 腹泻 就会经常产生怨气 那么要是肾虚的话呢 就会尿贫 液尿贫多 腰酸 记忆力下降 出现这些症状 那么身体的这个反应器 反映的是我们五脏的变化 中医呢 恰恰可以通过这些五脏的释放出来的信号 用中药 来调理五脏的平衡 那么从心里呢 恢复 人 义 理 智 性 使五脏呢 得到平衡 去除 怨恨 脑 怒 烦 把五脏的邪气去掉 使身体呢 恢复健康 但是反观现在社会 很多人呢 生活在压抑 沮丧 郁闷 还有各种各样的不健康的心理生理状态下 在2010年 曾经就这样一个患者 带着遗憾离去 那年呢 他才49岁 北京 他是北京的一个触体战部 当年得的病呢 是肝癌 已经是晚期 全身扩散 最初的症状是什么呢 是肝趋疼痛 头晕 眼睛红 口苦 出现这些症状 结果肝趋的疼痛呢 越来越厉害 确认一检查呢 发现已经得了肝癌 而且一检查出来呢 就是晚期 就是晚期 那么就会有人问了 按照一般的标准 北京市的标准 每年都会体检一次 那他前一年没有体检出来吗 没有 前一年体检的结果 是重度脂肪肝 每次喝酒都会疼 但是不会这么严重 结果转过年来 第二年再去检查 就是出现症状之后 再去检查 就发现已经演变为肝癌了 那么现在这种情况呢 非常多 就是这种恶性疾病的 恶变程度非常快速 那么快速之后啊 就会使很多人应付来不及 来不及之后啊 就产生了很多人间悲剧 那么这个患者呢 到最后在RCU病房 气管切拆 从鼻子插入疑的管 插到胃里边去 下着鼻短 全身呢 多脏器呢 已经转移了 多脏器衰竭 最终呢 不治而亡 带着很大的遗憾 离开 他的儿子呢 那一年考大学 他都没有赶上 非常遗憾 那么这种情况呢 在我们周围啊 非常多 关我听到的 50岁以前的 我的朋友 就有两个 在前年和去年 分别去世 去年的 我的一个朋友 也是得癌症 肺的癌症 灵癌 长在肺门周围 没法手术 没法手术呢 从五月份 检查出来 一直到七月份 去世 前后不超过两个月 才38岁 他的状态呢 也是天天的熬夜 喝酒 那个抽烟 这些心情烦闷 这种状态 持续了很长时间 就会导致什么呢 就会导致身体的 积累了很多的 这样的毒素 我待会儿会讲 咱们国家 现在所提倡的正能量 与之相反的呢 是负能量 负能量的 累积 就会累积出疾病 这种疾病呢 有很多 是累积出 癌症 中风 糖尿病 这种恶性疾病 一开始呢 都是一些负能量的累积 我们再往后看 所以说呢 每个生命 都是平等的 在疾病面前 人人平等 因为 无论你是 高官 显贵 还是平民百姓 得了病呢 都无法找人替代 我们都知道 要是有钱人呢 可以雇人 花钱雇人 开车 打扫卫生 做饭 洗衣服 但是他可以花钱 雇人替他得病吗 不能 不能 所以说呢 在疾病面前 人人 平等 很多人呢 只有得病的时候 他才开始 反省 自己 后悔 后悔什么呢 自己以前 有一些 不良的生活习惯 比如说 抽烟 喝酒 熬夜 不运动 发怒 抑郁 等等 这些事情呢 都会导致 他的身体状态 出现一个压健康 进而呢 导致疾病 发生七指线病变 进而呢 导致绝症 所以说 所谓的成功 是什么 成功呢 包括四个方面 权力 金钱 灵器 地位 这是一般世俗人 眼中的成功 按照传统文化的标准呢 古人的标准呢 分为三个方面 叫做 利德 利公 利盐 利德呢 就是树立品德 利公呢 就是树立工业 工业是什么呢 就是做出一些 有益于社会 国家的事业 这叫利公 第三点呢 叫做利盐 就是这一生的 这些言论 文章 能够影响一代人 甚至呢 可以流传百事 让后人呢 也能受益 这是传统文化的标准 但是在这两个标准的基础之上呢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我们看一看 下面这些人的名字 这些人呢 都是社会成功人士 像我们知道 著名的央视的播音员 罗金 享年四十八岁 英年早逝 什么问题呢 淋巴癌扩散 还有著名的 RT行业的董事长 王江民 那个素算大师 史丰收 导演 画家 陈亦飞 演员 傅彪 高具有名的 这些人呢 年轻的呢 四十多岁 像我们知道 傅彪 四十二岁去世的 非常遗憾 我们看了他的 经过之后 都非常的惋惜 原因在哪里呢 就是在工作的状态下 没有把养生养心维护好 我们再往后看 还有很多企业家 据中国日报的统计 每个月 几乎都有一个企业家 去世 是董事长 上市公司的CEO级别的 这些企业家呢 社会成就非常高 有权力 有名望 有社会地位 有财富 但是呢 没有健康 那么就会造成 很多的人间悲剧 人间悲剧 所以说呢 健康 是成功的基础 我们有了这一点之后 才能谈得上 对社会的贡献 对国家的贡献 实现自己的事业 实现自己的梦想 因此呢 中国传统文化里面讲 一个人要想成功 他分为五个方面 得需要具备五种福分 这五种福分分别是 长寿 富足 汤宁 好德 善 忠 长寿呢 就是身体健康 很长寿 富足呢 就是指的 那个生活呢 能够自给自足 并且呢 物质生活丰富 丰富 能够那个供养 正常的所需 这叫富足 就像前几天 李宾熙导演所讲的 什么叫富呢 一口甜 就叫富 满足自己的生活所需 这就足异了 这叫富足 但是很多人呢 欲望很重 成就很小 成就除以欲望 等于他的幸福指数 那么这幸福指数呢 就会小于一 或者是非常低 那么这种情况下 不能称之为富足 因此呢 古人的财富观啊 是用需求来衡量的 第三点呢 是昌宁 身体健康 内心安宁 注意 这里边包括两层含义 第一层是肉体 也就是身体健康 第二个呢 是心理安宁 具备这两个条件 这叫康宁 第四点呢 叫好德 好德呢 就是从事政党职业 第二种解释呢 叫做好德 好德是什么意思呢 喜欢做一些好人好事 喜欢做一些对社会国家 有意义的事情 有功德的事情 这叫好德 第五点呢 叫做善忠 什么是善忠呢 古人用一个词来形容 叫做无疾而忠 身体没有什么病痛 到了晚年呢 身体很健康 那个临终的时候呢 没有病痛 不痛苦 不挣扎 不折磨 非常安安静静的 非常祥和的离开这个世界 这叫无疾而忠 古人称之为善忠 那么反观现在社会呢 有很多人不是无疾而忠 而是有疾而忠 在哪里呢 在医院 临终在医院去世 身体呢 要么得了癌症 要么是肝硬化 要么是肾衰 要么是多脏器的衰竭 合并肺部感染 要么是中风 整个身体啊 多脏器衰败 有一些人呢 那个肺功能丧失 就会气管切开 用呼吸机 帮助呼吸 那么气管一旦切开呢 喂饭 喂不下去了 就得插鼻四 还有等老年人呢 到了老年的时候 出现尿处流 小便尿不出来 需要插导尿管 全身呢 各种各样的管子 插着 然后呢 静脉通路 到了最后临终的时候 这个防颤 使颤出现的时候 还要电击出颤 甚至心跳骤停的时候 还要心肺复苏 用手来按压心脏部位 让心跳重新启动 那么很多抢救啊 结果导致的是什么 老年人受了很多的苦 很多苦 那么临终的时候 非常挣扎 很难受 带着很多的遗憾 离开 这叫什么 这言得意义上 按照古人的标准 这不叫善终 这叫有吉而终 那么善终是什么呢 我举一个例子 以前呢 这种情况 经常发生在农村 还有一些 陈大慧老师所讲的 积善之家 这个家庭呢 老人家一辈子 乐善好施 心态调整得非常好 人呢 这一生呢 也非常的平稳 这心态呢 非常平和 到了晚年的时候啊 没有什么病痛 但是呢 身体呢 慢慢的衰落了 他呢 知道自己哪一天要去世 提前有预知 就把儿女叫到身边来 把后事呢 都交代完了 没有什么遗憾了 眼睛一闭 躺在床上 就好像睡着了一样 就离胎了 这叫做什么 这叫做寿中正寂 也就是山中 传统文化里面讲的五种福分 包括这五种 那么大家仔细一看 这五种里边有三种与健康相关 第一的是长寿 第二的是康宁 第三的是山中 那么如何才能达到这三点呢 我们需要修学中国的传统的养生之道 所谓养生之道 就是通过我们的日常的心理行为言语 这三方面的调整 把人的错误的说法 看法和做法修正过来 恢复到正道上去 从而呢 使身体健康长寿善终 按照中国最古的一部医学经典 《皇帝内经》的记载 养生的原则 一路有四句话 叫做甜旦虚无 真气从之 精神内守 病安从来 一个人甜旦 心情呢 甜旦虚无 心情开阔 气外呢就通畅 真气呢就充足 真气充足 精神内守 病从哪里来呢 这就是养生的总原则 养生 养的是什么 四个方面 最重要的一方面 就是刚才《皇帝内经》里面所讲的 就是心态 心态要心平气和 第二个是饮食 要清淡温暖 第三点是睡眠 要早睡早起 充足事实 第四点是运动 运动里边最好的运动 无论是古人 还是现在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 所有的运动里边最好的就是步行 走路 古人称之为安部当居 符合以下这四点呢 身心就会和谐 就会长寿 那么我们知道 中医的养生 生是什么 生就是生生不息 生生不息 就是一种生机 一种欣欣向荣的气 一种气象 这种气象呢 我们现在称之为正能量 正能量 与之相反的消极 气愤 发怒 郁闷 这种能量 称之为负能量 正能量 消除疾病 负能量 积累疾病 我们首先看 正能量里边 对身心非常有帮助的 两种心态 第一个是爱 第二个是感恩 有了爱 有了感恩的情况 这个身体就会平和 呼吸就顺畅 经脉就通畅 身体健康 与之相反的 人生气 发怒了之后 首先改变的是呼吸 呼吸先变得 郁闷 纠结 愚足 进而呢 全身经脉闭阻 身体呈现疾病状态 为什么这里 非常强调呼吸呢 因为呼吸 与我们的心态 关系非常密切 当我们身心清静 和谐的时候 心态非常好的时候 我们的心理 什么状态 呼吸 非常的细 深 长 顺畅 当我们心情不好的时候 郁闷的时候 纠结 发怒的时候 我们的内心 我们的呼吸 就会变得 淤足 呼吸呢 就会变得 短促 急促 呼吸 短促 是一种 压健康 疾病的状态 呼吸 身长呢 是一种 健康的状态 我们反观一下 人的一生 在婴儿状态 我们看小朋友 睡觉的时候 婴儿状态 他那个呼吸 是小腹 一起一伏 这代表什么 这代表呼吸 非常深 古人称之为 气入丹田 但是呢 随着年龄的增大 人进入成年之后 阳气 开始慢慢的消退 这时候 呼吸 无法 气入丹田 呼吸就变得 越来越浅 有小腹呢 慢慢的往上升 人到中年呢 这个气 就生到胸口 我们四十岁的 中年人 大部分都有 胸闷的这种表现 吸口气呢 无法气沉丹田 憋着胸口 下不去了 那么再往下呢 呼吸就会变得 越来越短 到了老年的时候呢 呼吸就会 非常短促 非常困难 最终临终的时候呢 一口气呢 在喉咙里边 上不来的话呢 这一生就过去了 所以说我们反观人的一生 呼吸是由深到浅的 所以说呢 生气 恰恰就是可以让你的呼吸变得短促 是对身体的一种损伤 那么心中有爱 有感恩的心态的时候呢 呼吸就会变深 呼吸变深了之后 代表着身体健康 能量充沛 那么这是中医的说法 按照现代医学的标准呢 人在不同情绪下 所呼出来的气的毒素 这些元素都不一样 人在生气 愤怒 沮丧的时候 这些不良情绪下 分泌出来的身体 会产生很多毒素 你的呼气 都会产生很多毒素 这是美国斯坦福大学的 生理学教授 埃尔玛教授做的实验 他呢 收集了很多人 在不同情绪下 所呼出来的气 他发现 人呼 人愤怒的时候 呼出来的气呢 会让液体变成紫颜色 把这紫颜色抽出来 打到大白鼠体内 大白鼠在几分钟之内 就会抽出死亡 那么说明一个问题 我们愤怒的时候 看似这个愤怒 是看不见 摸不着的 是一种情绪 这种情绪呢 看不见摸不着 但是呢 它却能想 能影响我们的身体 发生化学变化 产生呢 看得见 摸得着的毒素 这种毒素呢 经过动物实验呢 毒性非常强 都能把大白鼠给毒死 这就印证了中国的一句话 中国人认为 自古以来认为 这是生命状态 包括两层含义 精神肉体 称之为精气神 神呢 会影响身体 精神呢 影响身体 身体反过来影响精神 二者是互动的 互动的 所以说呢 现在医学的这些实验 恰恰印证了这一点 按照老子的话讲 这叫有无相成 朝下相生 有跟无之间是互相转化的 有是什么呢 这个物质的身体 这些毒素 这能看得见摸得着 化验出来的 无是什么呢 无就是情绪 就是心理 你能抓住心理吗 抓不住 你能分析出情绪吗 也分析不出来 而恰恰就是这些 看不见摸不着的 能影响我们 这个身体 看得见摸得着的变化 因此呢 生气的状态下 这种不良情绪下 使我们身体 会产生负的化学的变化 因此生气 是一种负能量 这种负能量的累积 就会得病 得什么病呢 第一个 我们看一下 北京市的统计研究 发泄 二百多例猝死案例当中 有50%的人 24小时之内 生气 着急 情绪低落 有25%的人 去世之前 半小时之内 生气 着急 喝酒 有18%的人 死亡 发生在30秒钟以内 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 这说明我们 生气的时候 会产生 很大量的毒素 对于中老年人 尤其是有心脑 血管疾病的人 威胁非常大 我们都知道 猝死就是两种原因 一种是脑血管病变 出现中风 血栓 脑出血 这种情况 甚至影响脑蛋 植物神经 这就会引发猝死 第二的是什么呢 是心脏 心脏病 心肌疼死 这都与人的情绪有关系 因此呢 人的情绪 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候 尤其是愤怒的时候 会导致身体产生大量的毒素 甚至会致命 这是最严重的影响 那么轻的呢 轻的就会产生一些疾病了 怒则伤肝 这是中医学的研究 中医学的对应关系 发现怒这种情绪是伤肝的 那么呢 我以前在2011年 在北京的经修所做着演讲 当时呢 在座有很多都是老将军 老弹部来听课 当时讲完一场 老年人的保健养生课之后 就有一个老将军 邀请我去给他探病 这位老人家呢 得的就是丹音化 67岁 得丹音化两年 什么表现呢 头晕目眩 眼睛红 口苦 高血压 干躯呢 疼痛 干躯是在哪里 右斜下这个部位 这叫干躯 很多人啊 包括很多中年男性 长期喝酒的 有脂肪肝的人 干硬化的表现是什么呢 只要一喝点酒 干躯就疼痛 一熬夜 一生气之后 疼痛的更厉害 这就是干硬化的早期表现 还有一个失眠多梦 他把化验单拿出来一看 直接间接胆红素上升 转圆煤上升 那个B超显示 干食指弥漫性病变 这就是干硬化的典型的表现 他的致病因素是什么呢 在退休之前身体一直很好 有一些脂肪肝不是非常厉害 退休之后身体急剧的变化 情绪也变得不好了 他的老伴就在旁边介绍他的病情 说我们家这位退休之后 经常发火 有的时候打着打着电话 升起气来就把电话摔地上 气非常气愤 原因是什么呢 这就是我们现在临床上 最多见的一种疾病群 叫退休综合症 退休之后呢 心里发生了巨大的落差 这些人呢 这些老人家呢 心里不平衡 出现较真儿的情绪 较真儿之后啊 很多事情都看不惯 看不惯之后就容易发火 发火之后啊 还容易后悔 这个情绪非常的麻烦 非常麻烦 这儿久而久之呢 就产生了疾病 怒这种负能量 是伤单的 大家要知道 负能量分为五种 叫做怨恨恼怒烦 怒这种负能量 伤肝脏 恨这种负能量 伤心脏 怨呢 就是埋怨人 总是埋怨人 总是委屈 这种负能量伤脾胃 怒则伤肝 这是中医学的道理 之后呢 这老人家身体就越来越不好 他就跟我说 彭大夫 我退休之后 最头疼的就是两件事 第一件事呢 是去医院 每次去医院 都会查出一系列的毛病 医生的给你的说法 都非常恐怖 你都很害怕 增加很多心理负担 第二件事呢 我不愿意吃药 为什么呢 你看 他拿出一个塑料袋 里边全是他经常吃的药 早晨吃什么 九点吃什么 中午十一点吃什么 下午三点吃什么 晚上六点 九点 分别这些药 都排了一天 他说彭大夫 我最不愿意吃药 和去医院了 你能不能给我开一些 养生的方法 养生的方法 不用吃药 我说当然可以了 第一点呢 就是心态养生 我给他开了一个心理处方 心理处方四个字 我说你请您的勤务兵 去北京市的潘家园市场 去买这一幅自画 大家看大屏幕 这幅自画 就是难得糊涂 正板桥写的 这里边是这样说的 聪明难 糊涂难 由聪明而转入 糊涂更难 放一拙 退一步 当下安心 非土后来福报也 我就跟他说 人的一生啊 分为三个阶段 三十岁之前 是求学的阶段 增长财战本领 三十岁到六十岁 是付出 为社会去付出 做贡献 工作 六十岁之后啊 按照咱们国家的标准 是退休 有的工作能力强的人呢 可能是六十五岁 甚至七十岁才退休 总之 人退休之后 就需要安守两个字 一个是退 退就是不争 休呢 就是休息 就是休养 休养怎么休呢 就是养生啊 要心平气和 休养里边最重要的 对于老年人来讲 就是两个字 糊涂 不要什么事情 看得太清楚 看得太清楚 烦恼就多 烦恼就多 要放下 要看破 要心胸开阔 不要再去较真 不要特别认真 那么我跟他一讲呢 他说对 这个是古人的道理 说的确实非常有道理 那么难得糊涂呢 说明一对老年人啊 心里边看得很明白 但是表面上呢 能放得下 能看得开 不去计较 这就是糊涂 乱人看来有点糊涂 其实呢 心里边非常清楚 这种状态下 是最养生的 老年人 尤其是退休的老年占卜 退休的老年占卜 对这个国家 社会付出了很多了 退休之后应该怎么样呢 应该安享晚年 享享晚年 享受天伦之乐 好好去养生 让身心都和谐 身体没有疾病 那个节约 从大的方面看来 节约国家的医疗资源 从小的方面来看呢 可以让自己身体呢 非常轻松 让儿女呢 少操心 不得别人添麻烦 不得自己找烦恼 这就是老年人应该做的 他说对啊 彭大夫 这样吧 我让秦武兵下午就去买 三天下午 秦武兵去参加园市场 把这幅字画买回来 天天乱在墙上看 一看这幅字画呢 就想到难得糊涂 这四个字 心态呢 就能开破好多 之后呢 再给他开的养生茶 我们看到养生茶里边 有天麻 苟旗 单身菊花 女真子 这些植物呢 都是中药材 同时呢 也都是食品 像天麻呢 云南的天麻 云南当地人呢 把天麻当作一种保健品 当作一种食品来用 苟旗子呢 也是一种食品 用这些药食同源的食品呢 泡茶来调理肝脏 其中呢 白旗花 可以去肝火 单身呢 可以活血化鱼 那个天麻呢 可以清单明目 预防脑瘦点病变 就老人家喝了一段时间之后啊 转眉指标就下降 肝硬化得到了很好的控制 那么他再去做检查的时候 医生都很惊讶 说你脑这个肝硬化 控制的这么好呢 这么好 直接间接肝红醋都下降 一个月之后 医生都非常惊讶 他说按照我们的临床标准 就是用现在的药物 来那个保肝 抑制这个转胺煤 抑制肝细胶损伤 都很难 你怎么这么快就调整好的呢 这老将军啊 心里非常清楚 其实就是用心态 配合中药材 二者相结合 就把身体给调整好了 中医非常讲究 三分治七分痒 三分治是用药物来治 来调整 七分痒呢 是用心态 来调整 最重要是心态 其次呢 还有饮食 呼吸和睡眠 运动等等 这综合调整在一起呢 这个人的健康 很快就达到了 很快就达到 因此呢 怒则伤斩啊 老年人容易怒 年轻人也容易 所以说呢 我以前在很多讲课的时候 我都讲 尤其是现在创业的年轻人 中年人 这个人生不如一世 长八九 经常的烦恼 生气 这时候就应该多泡一些菊花茶 尤其是白菊花 菊花里边分为两种 一种是黄菊花 一种是白菊花 白菊花呢 是杭州盛产 我们现在称之为杭白菊 杭白菊有什么效果呢 可以清单明目 所以说人实在是 火气太大了 可以喝一些菊花茶 同时呢 通过修身养性 让性情平和 性情平和 性情一平和之后 心态就好了 呼吸就顺畅了 身体就健康了 那么作为女性来讲 要是女性经常生气 郁闷 呆火大 呆瘀的话 就会产生三个不良影响 最严重的是乳腺增生 进而言发为乳腺癌 癌症里边 女性的癌症里边 7%到10%是乳腺癌 排名第一位 原因是什么呢 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这是去年美国的研究 刚刚发现的 他们称之为新生医学 就是由心理导致身体的疾病 这种医学研究叫做新生医学 新生医学研究结果发现 女性得乳腺癌的人群当中 有一种普遍的性格和心理状态 叫做压抑型性得 压抑型性得 什么特点呢 哭不出来 也没法开心的笑出来 所有的情感呢 都表达的不顺差 压抑 这种压抑型的状态 中医称之为干瘀 干瘀的时间长了 就会气脉的就会瘀阻 气脉瘀阻呢 就会纠结 就会产生结结 它的表现是什么呢 来月经前后 乳房胀痛 进而发展为结结的肿块越来越大 到最后导致乳腺癌 乳腺癌的表现 整个乳房摸上去 硬得像石头一样 古人有一句话 叫做乳盐 乳房硬得像盐石一样 这就是乳腺癌的表现 怎么来调理呢 先让心情舒畅 心情舒畅 心情舒畅的标准是什么 外界的人际关系一定要和谐 五轮啊 中国传统文化里边讲的五轮八德 五轮就是指的外界的人际关系 包括跟父母的关系 跟夫妻的关系 跟儿女的关系 这都是五轮 五轮关系要是顺畅的话 这个人天天开心 天天开心 非常的安然 非常祥和 呼吸就顺 呼吸顺畅的话 乳腺癌啊 就不容易产生 女性干预的第二个表现 什么 就是色斑 女性的色斑 从两个犬骨下面 眼角下面开始长的 这叫中医认为 这叫干斑 因为是肝胆经所过的部位 那么干斑 用现代的医学眼装它来 称之为黄鹤斑 一开始颜色是淡黄色 慢慢的呢 加深 变成褐色 甚至呢 有的人呢 变成紫色 整个皮肤发黄 通常呢 都是三七 都是五七 三十五岁之后 开始出现 但是现在这种情况呢 提前 有的人呢 三十多岁 三十岁出头 甚至二十八九岁 就出现 这说明什么呢 心里边郁闷 不舒展 不舒展 第三个疾病是什么 是 女性来讲 第三个疾病是 子宫肌瘤 那个卵巢囊肿 盆腔炎 盆腔的肿瘤 这些疾病 都是以这条肝经所过的位置 女子以血为主 血呢 肝藏血 主书屑 一个人呢 一个女性呢 经常生气 肝于气质 就会导致这三种疾病 这三种疾病 那么现在医学研究认为呢 这个色斑啊 最严重的一种啊 影响女性美容 最严重的一种疾病 就是色斑 色斑与什么有关系呢 与人的情绪 有关系 与人的人际关系 有关系 你的洛杉矶时报 研究发现 五千例的大洋本统计 发现人情绪低落的时候 任何药物对色斑的治疗 都不尽如人意 人际关系改善之后 色斑呢 就可以不治而愈 说明一个道理 人际关系好了之后 色斑就消失了 人际关系是什么 人际关系就是人缘 人缘反映的是什么状态 是内心的状态 人缘好了之后 内心舒畅 内心舒畅 干血调和 气脉通畅 干气舒展 这个气血呢 通畅 所以色斑消除 这是中医的道理 那么按照现在一学呢 发现 人要是生气的话 血液里边的氧含量 就减少 毒素增多 这个涌向面部 毒素刺激毛囊 毛囊色素沉着 就产生了色斑 与之相反 人要是不生气 天天快乐 开心的话 血液里边的氧含量 就增多 毛囊呢 就舒展 色素呢 就消除 色斑呢 就减轻 甚至消失 所以说呢 古人有一句话 叫做相由心生 相代表外在表现 心呢 代表内心状态 有什么样的相 代表着你有什么样的心 中医学认为 有助于内者 必行助于外 外面有色斑 代表着你内心 有一些纠结 有一些挂碍 没有打通 打通之后身体就好了 那么这是美容的方法 作为男性 尤其是作为企业家 那么中年人经常怎么样 经常会发火 发火的表现是什么呢 胸口闷着一口气 特别堵散 通过提到自己的音量 声调 把这种恶气给他呼出来 吼出来 吼出来之后啊 胸口这种恶气就出掉 就消解了 身心也就放松了 这就是发火的整个的生理过程 但是结果会怎么样呢 我刚才讲了 愤怒的时候会产生毒素 这种毒素呢 通过沉积 就沉积在身体里边来了 这是对身体不好 发火的时候呢 还会破坏人际关系 伤害到别人 因为我们的智商 跟我们的火器啊 是成反比的 我们的火器越大 智商越低 为什么呢 火器越大 你说出来的话 越口不择言 说完了之后 80%的人会后悔 50%的人 在两小时之内 会给对方打电话道歉 这是美国的心理学家 研究发现的 也就是说我们 情绪失控的时候 这时候不要说话 不要做决定 这个时候做的决定 说的话 往往不周全 会伤害到别人 这就会怎么样 把别人也得伤害了 输掉了人缘 输掉了人缘 内外双失 所以说发火的本质 就是什么 既伤害了身体 又伤害了别人 那么这个时候 应该怎么办呢 有一种非常简单的 消除这种火器的办法 中医呢 称之为土钠之术 土钠 土呢 是土废气 土固 钠是钠心 土固钠心 心就是新鲜的空气 固呢 就是废气 这个方法怎么来练习呢 我们大家现在 都可以每个人呢 试着体会一下 首先呢 把腰来做直 身体直起来 大家可以跟我一起练 先是呢 吸气 把气呢 吸足 一吸气呢 感觉整个肚子 都胀起来了 吸呢 气呢 能够气沉丹田 肚子都胀起来 吸足了之后呢 再呼 然后呢 再吸 再呼 呼的时候 用嘴来呼 吸的时候 用鼻子来吸 呼完了之后啊 你全身放松 这个气啊 它就像橡皮一样 它自动的会吸进 它自动会吸进来 你只要一放松 用鼻子一吸 又充足了 然后再练呼 呼的时候啊 假想自己肺里边 这些五脏的浊气 往外排 咱们练十次 呼气法 就把我们肺里边的 这些负能量 就得排出来了 排出来 我刚才讲过 人生气的时候 就会分泌很多毒素 这种毒素呢 呼出来的气呢 收集在一起 可以把小白鼠里堵死 小白鼠里堵死 所以说我们练习呼吸的时候 尤其是你在气头上 非常愤怒的时候 呼气应该怎么样 应该找一个空气流通的地方 风景秀丽的地方 起码是周围没人的地方来练 否则的话会怎么样 你呼出来的气 很有可能把别人给熏蒙了 熏蒙了 所以说呢 这就是解决问题的第一个办法 大家记住 这是小技巧 当我们身体非常不舒服的时候 谢谢 当我们心里边很烦闷 莫名其妙的郁闷 想发火 想对人发火的时候 愤怒的时候 就要练习呼气法 这个方法啊 我从一开始讲 到现在已经讲了三年了 讲了三年了 很多人啊 听了之后都非常受益 尤其是我认识的企业家的朋友 企业家朋友 他们呢 遇上的社会压力 和外界的刺激非常多 经常遇到这种情况 有很多企业家就跟我说 说彭大夫 你教的这呼气法 真的非常管用 我现在心情已经平息好多了 平息好多了 每逢我心里边郁闷的时候 就想起来练这个消气法 就是吐纳之术 而这呼气呢 练顺了之后 心情就平静了 平静了之后啊 再去做决定 再去设计 再去跟人谈判 就能好很多 周围朋友都说 我脾气和气好多了 和气 所以说呢 中国人有一句话 叫做和气生财 和气生财 人一旦和气了之后 怎么样 人缘就好了 人缘一好了之后 机会就多 就会怎么样呢 就会生财 所以说呢 生财有大道 生财有大道 生财怎么生呢 先把我们的心态调整好 只要你一团和气 你的人缘一定会好 机会一定多 因此传统文化带给我们的 不仅是身体的健康 同时呢 还会带给我们很多机会 很多好的人员 甚至会带来财富 因此呢 传统文化不是空的 它是能落到实处去的 这是第一个 大家需要记住的 那么有的人呢 会说 彭大夫 那么我经常生气 怎么办呢 经常生气 一天到晚惹我的事太多了 我心里承受不了 这种状态下怎么办呢 中国古人 有很多锻炼身体 修养身心的方法 在这些修炼身体的方法里边 流传到现在 让整个中华民族 都非常受益的一种运动 是什么 太极拳 太极拳 可以让我们的身心充分放松 充分放松 太极拳的修炼原理是什么 两个字 放松 太极拳的一举一动 每一个招式都从头到尾贯彻一句话 就是松 只要心松下来 肌肉松下来 气血松下来 整个身体 它就会自动流转 自动流转 气血一旦自动流转 就会怎么样 经脉通畅 五脏安定 身体和谐 身体和谐 所以说太极拳 练的就是松 练的就是松 太极拳的最高标准是什么呢 是道德经里边的有一句话 叫做 专气至柔 能如婴儿乎 就是通过太极拳的锻炼 让全身的气血经络 完全整合 变成什么呢 变成婴儿状态 婴儿是什么状态呢 骨弱筋柔而握固 婴儿的身体状态 第一个好处是全身柔软 全身柔软代表什么 经络通畅 胎肌拳通过放松的锻炼 恰恰可以让全身的经络柔软下来 经络通畅 第二个标准是什么呢 婴儿的身体阳气足 大家一听 什么叫阳气啊 什么叫阴气啊 阴阳是什么意思啊 阴阳是中国古代的哲学概念 对于到身体状态 所谓的阳气就是热能 我们看小朋友身体的热能非常强 整个身体呢 就像小火炉一样 小火炉一样 所以说呢 我现在都记得 我小的时候 四五岁的时候 那个时候呢 爸爸妈妈就跟我说 她说 彭心 你先上被窝里 去把那个被窝暖和暖和 然后再让爷爷奶奶睡进去 这什么概念呢 小朋友的身体就像小火炉一样 他那个热量非常强 我们小的时候 几岁的时候 下雪天在外面呢 当然南方很少下去 北方下雪天很多 冬天 下雪天在外边玩一天 回家之后啊 手脚都是红彤彤的 热量很足 这就叫阳气 人随着年龄的增大 阳气会越来越少 人到了老年之后啊 身体啊 就会怕冷 怕风 关节呢 会疼痛 吃点凉东西呢 就会腹泻 这都是寒气啊 阳气不足了 脚呢 开始变凉了 冬天呢 不用说在外边玩一天了 出去三十分钟 都冻得受不了 再穿上棉鞋 棉铺 把这手脚都保暖好 这说明什么呢 人随着年龄的增大 阳气变虚弱了 因此 胎基拳的第二个标准 是什么 通过锻炼 让手脚温暖 气血和谐 阳气充沛 阳气充沛 这是完全符合科学的道理 和养生的道理 胎基拳通过这两点锻炼 身心柔和 阳气充沛 就能达到健康长寿的目的 它的理论来源是什么呢 来源于道德经 来源于庄子 道德经里边所说 专气之柔 能如婴儿乎 第55章讲 古若金柔而卧固 这对婴儿的状态呢 经络充盛了之后 这卧力会非常强 因此呢 日本啊 有一个专门衡量 人衰老与否的一个 一个仪器 怎么衡量呢 就是衡量一个人的握力 一个人要说握力特别强 说明筋骨很坚硬 筋气足 干气充沛 因为干主筋 干气充沛的人 身体就健康 就长寿 就是握力 你就会发现 小朋友的小孩啊 婴儿的那个小手啊 非常有劲 非常有劲 他抓一个东西 抓得很紧 很紧 那么人随着年龄的增大 到了老年 这握力会越来越松 最后那一刻 怎么样呢 中国人的一句词 一句成语叫做撒手人寰 最后一刻 手一撒 离开世界了 离开世界 所以说呢 养生要向婴儿来学习 这里边最重要的一点 是什么 我们看这张图片 这是婴儿的图片 婴儿的图片呢 我们注意他的表情 乐 快乐 喜悦 这就是婴儿状态 庄子里边有一句话 叫做乐出虚 乐出虚 虚是什么呢 内心通灵 内心一旦通灵 这个人啊 就快乐 就喜悦 所以说 乐 出在 虚无 出在空虚 出在甜淡虚无里边 一个人心态 真正的 空灵了 放松了 没有执着了 这个人啊 就容易产生快乐 而乐呢 恰恰就是 我刚才所说的 阳气的来源 乐 快乐的心态 就是什么 快乐的心态 就是欢喜心 欢喜心呢 它的这种能量呢 就称之为阳气 称之为正能量 所以说 我们一对比 就会发现 婴儿的心态 小朋友的心态 是什么心态呢 天天的 非常的开心 快乐 喜欢笑 西方的统计学 发现 三岁之前的儿童 一天平均笑 一百七十次 阳气充沛吧 成年人之后 一天平均笑几次呢 笑七次 这是人老外 咱中国人呢 可能连七次还不到 还包括几次 皮笑肉不笑 不得不笑 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我们人啊 随着年龄的增大 随着年龄的增大 我们心中的阳气 越来越少了 心中变得越来越冷冰冰的 冷冰冰的 越来越硬 心肠越来越硬 我们小的时候 看到感动的动画片 都哭了 看到一些小动物受伤了 我们都把他们保护起来 说明什么呢 我们心地非常柔软 有爱心 等到了长大了之后 怎么样 这种爱心没有了 没有了 心肠变得越来越硬 甚至呢 还会伤害别人 这叫什么 这就不是纯阳之体了 所以说 古人啊 把童子称之为纯阳 三岁之前的儿童 称之为纯阳 纯阳什么概念呢 什么概念 心里边的爱心非常多 全都是开心的事情 天天笑 这就是纯阳 这就是纯阳 纯阳的另外一个称呼 古人称之为神仙 有一个著名的神仙 他的大号就叫纯阳子 谁呢 吕洞宾 吕洞宾 所以说呢 神仙是谁呢 神仙就是婴儿啊 古人有一句话叫做 神仙无别法 只生欢喜 不生仇 很多人啊 追求神仙的状态 神仙是什么 健常常寿 起码第一点 那么健常常寿的第一个要求是什么呢 没有别的方法 只生欢喜 不生仇 就是神仙的状态 就是纯阳之体 我们在座的美乐人 大家是不是都是从零岁三岁过来的 有没有人一生下来就是四岁的 有没有人 没有 那么说白了 我们美乐人在三岁之前都是什么 都是纯阳 都是神仙 结果呢 三岁之后 咱们都干嘛了 都下凡了 都下凡了 所以说呢 我们学习传统文化 修身养性 就应该怎么样呢 就应该反普归真 再回归到婴儿状态 婴儿的状态呢 他为什么会天天欢喜呢 很开心呢 那么有同情心呢 这个婴儿啊 有一个特点 小朋友有一个特点 什么特点呢 我先说一个形象 一个现象 我们刚才啊 打了他一顿 就像我家儿子 打了他一顿 训练他一顿话 把他关小黑屋了 然后怎么样 哭了 哭着喊着说 爸爸我不敢了 以后再也不敢了 然后过一会儿呢 惩罚完毕之后 把他放出来 放出来 然后再哄哄他 给他讲的故事 就会怎么样 又笑了 大家发现没有 小朋友就是这样 他永远不记仇 心里边呢 没有什么牵挂 他不会记你的仇 不会记你的仇 这叫心无挂碍 心无挂碍就会怎么样 能除一切苦 真实不虚 传统文化里边 有一句话 传统文化里边啊 包括儒士道三家的学问 儒家 世家 道家 儒家 就是我们现在弘扬的 弟子归 孔梦之道 这是儒家 世家 是谁 指的是 在东汉永平年间 从北印度 传入中国的一套学问 佛家的学问 经过隋唐 古代 的这种传承 被中国的文化所吸纳 称之为 形成一种新的文化体系 叫做佛学 佛教 这种体系里边 熔炼了高度的智慧 称之为世家 第三家学问呢 是道家 老子 庄子 所倡导的 道法自然 儒士道三家学问 阐述的是一个道理 如何让你的人生美满幸福 人生美满幸福 首先你的心 要美满幸福 心如何美满幸福呢 这个世家 就是佛家里边有一部经 专门讲心 叫做心经 整部心经 才二百六十个字 而心里边的能量 外含 内言 全部阐释清楚 其中的一句话呢 就是心无挂碍 无挂碍故 无忧恐怖 远离颠倒梦想 最终呢 能够达到 能处一切苦 真实不虚 真实不虚 所以说小朋友的状态 婴儿的状态 接近于 婴儿的状态 那就接近于 什么呢 心无挂碍 所以说我们修身养性 健康长寿 最本质的是什么 要恢复到婴儿 恢复到 反本贵真的状态 反普贵真 真是什么呢 真就是真人 真人呢 古人另外一个称呼 叫做神仙 神仙 这里边呢 因为今天呢 讲中国梦 古人的梦啊 有两种啊 非常有名的梦 第一个梦 叫做黄梁梦 第二个梦 叫做南科梦 黄梁一梦 是对于时间的 错觉的一种反省 南科一梦呢 是对于空间 错觉的一种反省 把这两种梦参破 才能实现我们真正的中国梦 我先想讲第一个梦 就是历史上最有名的黄梁梦 黄梁梦 这种梦的来源呢 古人啊 有两种版本 其中一种版本啊 阐释了一个道理 那就是吕洞宾得到的一个典故 吕洞宾 历史上确有其人 他的名字呢 叫做吕炎 双头吕 炎石的炎 吕炎呢 是唐代人 从年轻的时候 参加科学考试 吕氏不地 吕氏不地 为什么要考试呢 为了两个字 功名 求取功名 到了他四十多岁的时候 还是要求取功名 去长安来考试 长安 从他的家乡 往长安走 路上呢 走到路途上啊 又累又渴 爬一座山 又累又渴 爬到半山腰的时候 正好看到前面有一个山洞 山洞里边飘出来的香味 他就过去了 你看一个老年人啊 在那里烧着一炉的炭火 那个烧一壶这个小米粥 这老年人就说 年轻人你来了 你睡一觉吧 过会儿呢 这小米粥熬好了 你就可以喝 喝完了 吃饱了之后 你继续上路 吕东斌呢 非常感谢 说老人家 那我就休息一下 他就在旁边 在那床上呢 就睡着了 在睡梦当中呢 吕东斌呢 继续进京赶讨 赶讨怎么样呢 赶讨高中科举 出将入下 当了大官了 全清天下 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 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 是宰相 然后全家人呢 上千人的人头 上千人的人头 这是什么呢 实现他的梦想呢 功名富贵 所谓的功名 但是紧接着 百朝换代之后 百朝换代之后呢 别的大臣弹劾他 弹劾他之后呢 就把他定了一个十大罪状 要拉出武门 当时不叫武门 就是拉出这个刑场 要满门抄斩 满门抄斩什么概念 全家上千人 一起拉到操场去行刑 他们全家呢 就被拉到操场上去了 叫场 刑场 奸展官呢 把那令旗呢 往下一扔 刮子手呢 举起大刀来 手起刀落 呂东斌梦醒了 什么梦醒了 功名的梦醒了 功名梦醒了 他明白一句话 功名富贵如浮云 用现在的话讲 那就是什么呢 神马都是浮云 神马都是浮云啊 这个人生啊 就像梦一样 这个功名啊 过眼云烟 不要太被自己的欲望 所牵引啊 所以说呢 在这场梦当中 他醒了 醒了之后呢 旁边那个老者呢 就跟他讲 说年轻人 你的梦已经醒了 赶紧喝粥吧 上路吧 好 那个吕东斌就说 你怎么知道我的梦醒了 这样一问一答之间 知道这老者是一个高人 后来呢 他就跟这老人去修道 到最后得道 成为真人 这老者呢 叫什么 姓钟离 是汉代人 也就是我们传说中的汉钟离 这是一个传说 这是一个传说 传说中点醒的梦是什么呢 就是让我们的心啊 要恢复安定 不要去追求功名富贵 这些外在的欲望 让我们的欲望呢 降低 就像吕导演所讲的 一口甜就是富 一口甜就是富 要是假如说大家都去追逐这些功名富贵 怎么样呢 2.8的地球都供养不了 都供养不了 所以说呢 我们现在回归到自己的工作本分上来 要清醒 这就是这个反哺归真的道理 我们学习传统文化 学习传统文化 最重要的是把我们的欲望降低 欲望降低 让我们的心清静 恢复到传统文化里面所讲的人意理智信 这就是什么呢 养生的道理啊 那么我们再往后看 古人有一句话 要想长寿 必须是道生之得序之 大德必得其寿 忍者寿 这都是孔夫子所讲的 唐代的孙世廟认为 德行不特 纵服欲业金端 未能延寿 宣世廟是唐朝人 他呢 活了一百二十岁 是一个著名的中医 称之为药王 他在千金方里边所说的 一个人要是德行不好 即使天天吃玉叶金丹 玉叶金丹就是古人的长生不老药 那么到今天呢 就是一些保健品 燕窝鲍鱼 东虫下草 你即使天天吃这些 也不能延长寿命 为什么呢 没有德 没有德不能长寿 那么德分为几个方面呢 身心正常的状态 就是有德的状态 有德包括五个方面 汉代的董忠书 在贤良对策里边所讲的 仁义理智性 对应的是什么 金木水火土五行 这五种状态 就是有德的状态 金木水火土 对应到 甘心脾肺肾 对应到五种正常状态 是仁义理智性 与之相反的 五种不正常的状态 分别是 怨恨恼怒烦 刚才我讲的是怒伤肝 那么脑伤肺 怨伤痞 恨伤心 脑为什么伤肺呢 我用实际案例 跟大家分享 脑就是烦恼自己 烦恼别人 既让自己生活的不舒服 又呢 让别人难受 这种人是什么人 这种人就是脑人 脑人 我有一个患者呢 二十八岁 在北京中端村 做HR 一个大型的网络公司 做HR 人力资源总监 就是管人士 非常年轻有为 他的管理风格呢 就是强势管理 强势管理 得了什么病呢 第一个 是乳腺增生 习惯性流产 第二个 就是过敏性哮喘 都是肺出现的问题 肺在五行里边代表肌 肌要是过剩的话 金特木 就会导致乳腺增生 习惯性流产 这种情况 那么金呢 人呢 也分为五种类型 金形人 水形人 木形人 火形人 土形人 金形人的特点是什么 心里有特点 金形人特点 第一个 爱干净 第二个 做事情清晰明白 执行力强 这就是金形人的特点 他的缺点呢 就是挑刺 追求完美 过头了 就是挑刺 约束别人过头了 那就是鸡蛋里挑骨头 所以说 在他的团队里边 每个人压力都很大 为什么呢 他作为领导 太追求完美了 每次开例会 都是以批评为主 批评完了之后 大家伙 垂头丧气 然后继续工作 负能量非常多 整个氛围不好 于是怎么样呢 整个公司 离职率非常高 他作为人力资源的总监 老板对他下死命令 说三个月之内 离职率要降到百分之十 否则的话 给你撤职 在这个RT行业 人才流失 是非常快速的一个行业 我们知道一般的行业 也就是百分之五到三 在RT就不是 多的话到百分之十五 甚至二十 那么他压力就很大 心情很郁闷 又哮喘 当时就找我看病 我说啊 你要把心态调整好 心态调整好 怎么调呢 你得向古人 去借鉴他们的智慧 就像牛顿所说的 我之所以成就这么高 是因为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咱们的巨人是谁呢 古圣先贤 古圣先贤 传了几千年的文明 经验 历史 在经典里边 在史书里边都有记载 你要向他们去学习 学什么 学你的管理啊 你作为领导人 你把自己身体搞成这样 员工搞成那样 整个团队氛围那么不好 谁先反省呢 领导先反省 怎么反省呢 先反省自己的方式 管理方式 是否有问题 他的管理方式 哪有问题呢 就是约束性太强 我跟他说 管理学里边 最高明的管理 是古今 古今的这些圣贤 帝王将相 尤其是帝王将相 帝王将相呢 他把整个国家都给管理好了 他的传记里边 记载了大量的他的实际案例 这些实际案例呢 符合中国人的人性 他说彭大夫 我学HR出身 Human Resource 在美国念的书 做人事人力资源 现在最流行的管理风格 是叫做狼性管理 我是用这套管理风格的 有什么错吗 我说当然有错了 当然有错了 美国的东西适合中国人吗 适不适合 不适合 白人跟黄种人 是完全不同的人性 咱们中国人的特点是什么 中国人的特点叫做 一个字 家文化 家 咱们中国自古以来 最古圣先贤的时候 没有寺庙 没有神 咱们拜的是什么呢 是祖先排位 是祖先排位 我们的管理是靠祠堂来管理的 是家的概念 家的概念 那么在欧美就不是了 欧美的文化来源于宗教文化 是基督教 天主教 是教堂文化 它是形式逻辑 是等级森严的这种 风格化的 就是社会分工的这种管理风格 完全对中国人是不一样的 中国人管理不一样 你要用西方的这套方式来管理中国人 肯定出问题 现在的问题就很严重了 他听了我话 他说彭大夫那怎么办呢 我说你要向古人学习营养 古人的这个三皇五帝啊 是最高明的这个管理 而整个天下都治理的非常好 风调雨顺 国泰民安 这是古圣人 他们的智慧 你要从中吸取营养 我说在皇帝里边 有一个皇帝非常有德 是顺 顺 摇顺雨的顺 顺治理天下 用了五个字 就把天下治理的很好 人家能把天下治理好 你这个单位 你这个部门才几十个员工 你的智力不好啊 他说什么 彭大夫快说 我说 饮恶而扬善 饮恶而扬善 饮恶呢 就是把员工的缺点 不好的地方 叫私下给他讲 保存他的这个自尊心 扬善呢 就是多表扬 多鼓励 弘扬正能量 弘扬正能量 在你的单位里边 弘扬正能量 让这些好人好事 多多的出现 这些缺点 这些缺点应该怎么样呢 你在私下里 规劝他 让他赶紧改 让他提升 这样的话 整个团队的氛围 就积极向上 积极向上 这种氛围下 你的团队 这个企业文化 才能做好 他听了我的话呢 回家就去改去了 因为金型人执行力强 从此之后呢 每次早上开例会 都是以表扬为主 所有的批评呢 都是私下里到办公室里边 单谈 整个公司氛围 很快就好了 三个月之后 离职率有15% 降到8% 他的这个肺啊 也好了 通过吃中药 把这个肺的这个 这个过敏性哮喘 这个习惯性流产 也都得治好 现在小孩已经两岁了 很健康 说明什么呢 我们要从古圣先贤里边 不仅是学习做人 还要学会做事 因为你的做人 是通过事来体现出来的 事体现不出来 这个人能体现出来吗 体现不出来 那么我们在读经典的同时 还要读什么 历史 历史 其实就是经典的外化 都是些实际案例 这些实际案例 就会提醒我们 如何在我们的工作 生活当中去落实 你落实的好的话 事业就会顺利 事业就会顺利 身体就会健康 这是第一个 脑伤肺 第二个 还有一个是恨伤心 恨是什么呢 怨恨 埋怨 而有一个患者呢 这个女士啊 北京的一个高校的院长 被她的朋友呢 骗了20多万 从此之后呢 本来心脏就不好 立特就发作成心慌 心律不齐 心计 心计 失眠 然后找我来看病 在门诊 当时呢 2009年的时候 在门诊 我说这病很好治 用中医的按摩的方法 给她把这筋给她拨开 大家看到 这个图片里边的 红颜色的标记 就是守绝阴心胞经 凡是心脏有问题的 这条经络里边 都有压痛点 把这压痛点 用中医的特殊的手法 叫拨筋手法 给她拨开了之后 压痛点 疏松了 不疼了 身体就好了 这叫什么 这叫打通心脉 用这种方法呢 很快把这心脉给她打通 给她打通了 打通之后 一星期之后 你的心慌就好了 但是呢 还是 失眠 还是心里不舒服 我说你的病根啊 还没有去除 中医治病啊 是内外兼治 既要调整心态 又要调整她的身体 身体调整好了之后 就得治本 本是什么呢 就是心态 我说你的心态 还没有调整好 被人骗了二十多万 这件事啊 还没有放下 他说这钱 是我自己的钱啊 我用我自己的钱 把另外一个人 被骗的人的亏空 给补上了 那个心里边 越想越憋屈 越想越埋怨 就恨她 我说这样 你可不行 这是负能量的累积 负能量累积多了之后 就会怎么样 就会出现疾病 出现疾病 那么你应该怎么样呢 再学会宽恕 包容 不要用错误 别人的错误 惩罚自己 他说彭大夫 说起来太容易了 但是做起来很难 我说你要知道 中国古人 非常强调四个字 吃亏吃福 你表面上吃亏了 实际上你有后福 他说此话怎讲 此话怎讲啊 彭大夫 你的亏是什么 亏就是缺损 古人有句话 道德经里边的 天之道 损有余而补不足 补不足 有余是什么 多余的 不足就是亏空的 你这块亏空了之后 老天会用另外的形式 给你弥补上 这叫天道 什么叫老天 老天就是自然规律 就是自然规律 那么西方的圣经里边 所讲的 上帝 把你的一扇门 关上之后 必然给你打开一扇窗户 讲的就是这道理 也就是翻译成中罗话 就是天之道 损有余而补不足 你要知道这个道理 你现在吃亏了之后 将来会有后福 他说呢 彭大夫 我还是心里边不平衡 我说你要知道 你的人 在重大的你的好事来临之前 都会吃亏 都会有挫折 困难 这是必然的 为什么这样呢 这是一个规律 只有把这些心性 通过挫折和磨难 把心性给锻炼得非常宽厚了之后 你的量才大 古人有一句话叫做量大则福大 福大代表什么呢 有财富有权力有地位 你的量小的话 福就小啊 福就小 所以说呢 通过你让你吃亏 先让你把心量脱开 心量宽脱了之后 福分紧针着就来 紧针着就来 他说彭大夫 我还是不懂 还是不懂 我就暗自想 当大夫真难 怎么劝起来这么麻烦呢 这事 我就说 你知道人挣钱啊 分为几个阶段 四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呢 是什么 体力挣钱 你付出你的体力劳动 换回财富 这是第一个层次 第二个层次是脑力挣钱 通过你的技术 换回社会回报 这是脑力挣钱 第三个是管理 通过组建 像我们很多年轻人创业 民营企业家创业 通过组建团队 实现社会价值 换回社会回报 这是第三个层次 第四个层次呢 是人脉挣钱 是人脉 人脉挣钱 怎么挣呢 很简单 引起别人的信任 你就有人脉了 那么你现在的状态是什么 你通过亏了这二十万 你的朋友圈子里边都知道这事 知道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第一的肯吃亏的人 第二的 对任何事情都能负责到底的人 到最后你这亏空 是用自己补上来的 别人骗走了 那么有这两点就够了 你就能换取别人的信任 信任 在现在这个社会 信任最难 信任最难 我所接触到的这些投资银行 投行的行长 还有一些大的金融家 风险投资 现在风险投资投的是什么 投的不是项目 不是什么规划 什么项目书 那些都是扯淡 在他们眼里 这些都是扯淡的事 最重要是投资什么呢 投资人 注意哈 最重要是投资人 这么好的项目 有了好人才能执行 没有人 这个项目再好都执行不下去 这个人第一点就得什么 就得诚信 没有诚信 这个人首先就靠不住 我说你现在 你现在状态 通过这件事情 首先别人就对你产生信任 你自己想一想 你喜欢真一的 总是占便宜的人 做生意呢 还是喜欢真一的 能吃亏 负责任的人做生意 他说肯定是后者 那么妥了 人同此心 心同此理 所有的人都是你这种想法 你只要肯吃亏了之后 所有的人都喜欢你 跟你合作 别人图的不是为了占你点便宜 而是图的省心和放心 省心和放心 所以说呢 吃了亏之后 很快就有好事了 他说彭在府 多久啊 问的太具体了 我说 按照一般的这个规律 按照一般的规律 人的负能量一旦消除之后 正能量恢复 正能量恢复的话 好事就会来 大概是三个月 这种说法呢 是来源于什么呢 我们都知道有一本书 美国人写的 美国的一帮 那个量子力学的研究学者 在2010年出了一本书 叫做秘密 Secret 这本书呢 翻译成中国的文字呢 在2011年 也就是前年 非常畅销 非常畅销 这本书里边 阐述了一个道理 叫做吸引力法则 什么叫吸引力法则呢 就是你的心啊 充满了正能量 充满了乐善好施 总帮助别人 自信心 你就会怎么样 把这些好事啊 都得吸引来 吸引来 这叫什么 这叫吸引力法则 你总是帮助别人 总是行善 总是重因 就会有好的果 等你 按照中国的话讲 道家的话讲呢 叫做 祸福无门 为人自招 祸和福是没有门的 都是你自己 都是你自己感召来的 你的心啊 就像吸铁石一样 你天天帮助别人 你就会把这些好事啊 吸引过来 这叫正能量 互相吸引 啊 因为你天天 总是记恨别人 诅咒别人 怨恨别人 怎么样呢 你越怨人 你的倒门的事就越多 你越恨人 你的阻碍就越重 这叫什么呢 古人经常总结 一些人生道理 非常有意思 它叫做 那个 人要是倒霉的时候的事啊 总是接二连三 为什么呢 人第一件事情 倒霉了之后 心啊 就容易在里边纠缠 纠缠来纠缠去呢 心态就不好了 这种不好的心态 就紧登着个第二件 第三件的事 都得吸引来了 都是谁吸引来的呢 都是你这个心的 吸铁石吸引来的 吸引来的 西方的学家 把它称之为 吸引力法则 吸引力法则 中国古人呢 称之为 祸福无门 为人自招 那么呢 按照这种标准呢 你现在要是想通了 我就跟他讲 你现在想通了 把你的怨恨心去掉 然后把正能量恢复 就会怎么样呢 好事就会来了 这些好的事件 就会出现 因为《易经》 里边有一句话 叫做物以类聚 人以群分 人为什么以群分呢 震动波频相同的人 往往都能聚在一起 那些不好的人 那些社会犯罪分子 总是聚在一块 就对 科学家们和科学家聚在一起 老板和老板聚在一起 物以群分 因为他们的频率相同 人的这个频率 人的频率 你只有把自己的这个频率 由低变高了之后 你的人生才突破 才能突破 一般人 之所以他在人生 事业当中出现瓶颈 他突破不了 原因在哪里呢 他永远在那些不好的事情里边 纠缠 纠缠时间长了 你的频率就越共振越低 倒霉的事情越来越多 你的人生永远无法向上提升 那么通过传统文化的学习 我们可以把一些垃圾 心里边的垃圾比得清除 心里边的垃圾清除 让你的大脑和心态 在高频位上去共振 这时候呢 好事就会来了 我们他一讲呢 这个学院的院长很快就接受了 为什么呢 高级知识分子接受起来很快 他说彭大夫我明白了 啥也别说了 走了 结果没过多长时间 没过多长时间 又来门诊 跟我说 彭大夫真的像你说的这样 这个心态一旦好了之后 我看任何人都特别舒服 好事就越来越多 人缘越来越好 现在有一个非常好的项目 我们正在谈 表示感谢 一年之后他跟我说 彭大夫 二十万的事我已经完全忘记了 你听你的话讲呢 这个负能量一旦消除 真的福报 这是好事 很快就来了 现在不仅是赚了二十万 二百万都赚 原因是什么呢 传统文化能够给我们带来福分 带来财富 财富是怎么来的 是你的内心自己吸引过来的 是吃亏 是脱胎新量 拓展出来的 所以说呢 我们学习传统文化 不仅是口号 都在行为中去落实 都在你的内心当中去落实 等你的人生 由不好的人生 变成幸福美满的人生 由疾病的身体 变成健康的身体 由吵架的家庭 离婚的家庭 变成和睦的家庭 夫妻和睦 由不好的父母关系 你的父母的子女的关系 变成非常的父慈子孝 孝顺父母这样一种和谐的家庭关系 把你的事业变得顺利 把你的财富增加 这都是传统文化 能够带领我们的实际的益处 实际益处 那么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遇到过很多这些病例 这些案例 每年呢 能遇到几千例 每个人呢 都会把他们的一些烦心事 一些身体的变化 心理的变化告诉我 时间长了 就会形成一些规律 这些规律是什么呢 人在疾病的状态下 往往你的共振频率会非常低 非常低 这时候你有一些纠结的事情 人生的困境啊 过不去 过不去 当我们医生啊 从旁边一起发 因为旁观者情 当局者迷啊 你一起发他之后 他灵光一现 这叫什么 福治心灵 心里边一下灵了 福分就来了 这时候啊 在配合吃药 身体很快好起来 他的人生都能改变 人生都能改变 这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传统文化 真的能改变命运 把你的命运 把你的身体 把你的事业 家庭 各方面都能变得很好 都能变得很好 所以说呢 中医治病啊 治的是什么 中医治病 外调脏腹 调其气血 这叫治标 那一调什么呢 疏导心结 化解矛盾 帮助他断轮进份 心平气和 这是治本 这是治本 所以说呢 中医非常讲究整体观 整体观是什么 看待一个事物 用整体的眼光来看 不是用哥理的眼光来看 那么刚才我们看到 善 善的力量非常强大 善的力量 可以让一个人身体健康 身体健康 让一个人长寿 这是中国古人所讲的 大得必得其寿 那么西方的统计学数字呢 发现在2003年7月25的 Science这个杂志上 发表的文章 狗王和涛内量的教授 分别发 联合起来发表了一篇文章 讲的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讲的 人 这些 你的 他研究了423岁夫妇 心理行为学的观察 发现 经常给予别人物质上帮助的人 死亡率降低42% 给予别人精神上关怀的人 死亡率降低30% 什么叫死亡率降低 其实就是延长寿命 所以说这两个科学家发现 看来我们要想增进寿命的话 不妨试一下关心和帮助他人 显然我们过去忽视了行善的重要性 行善有哪些重要性呢 对身体健康的促进 促进 所以说呢 在善里边 最善的一种善是什么 是爱心 爱心里边最伟大的是母爱 我们看到这张图片 这个女性呢 叫做陈玉荣 是感动中国十大人物之一 暴走妈妈陈玉荣 他呢 在当年啊 做了一件事情 感动了整个中国人 整个中国 怎么感动了呢 多丹救子 他的儿子得了一种病 丹痘状和病变 他为了救他儿子的命呢 该把自己的丹脏切下一部分 离止给他儿子身上 结果呢 他去做移植之前 做检查 医生告诉他 你已经是重度脂肪丹 没法救你儿子 你自己丹都不好 怎么办呢 他就下决心 每天走十公里 坚持了二百一十天 七个月 磨破了四双鞋 减了八公斤体重 之后呢 他再去做检查 发现肝脏已经完全恢复正常 可以做单一职了 可以做单一职呢 他就把他儿子的命给救了 这就是感动中国 感动中国 那么我们知道 感动中国里边 我们可以看出来 第一个是爱心 一个母爱是非常伟大的 第二点是什么呢 第二点是他的运动方式 运动方式 大家有没有注意 运动方式是什么 两个字 走路 他有没有选择游泳 没有 跑步 没有 跳绳 没有 跳健美操 没有 验瑜伽 没有 他选择的方式是什么 走路 那么据世界卫生组织研究 发现全世界最好的运动是什么 就是走路 步行 步行呢 可以增加热量的消耗 减低30%的心脏病 降低50%的糖尿病 可以减肥 燃烧脂肪 燃烧糖分 可以调整心情 解除抑郁症 可以治疗 骨质疏松 骨质疏松 可以治疗 这个高血脂 高血压 这些疾病 所以说 这个走路 是最好的 同时呢 在走路的过程当中 陈玉荣还有一个秘诀 是什么 我们看他的获奖展颜 你就会发现 他还有一个秘诀 就是带着爱心去走路 带着爱心 为了救他的儿子 这种大爱 去坚持下来了 他说 有时候我也感觉 看不到尽头 想放弃 但是我坚信 只要我多走一步路 少吃一口饭 离救儿子的那天呢 就会近一些 这是一个妈妈的真实感受 这里边我们看到 他坚定的意念 坚定的信念 武汉同济医院 消化内科主任 田德安教授 这么评价他 他说 从医几十年 还没有见过一段病人 能够在短短的 七个月之内 消除脂肪单 更何况 还是重度 没有坚定的信念 和非凡的毅力 肯定是做不到的 那么这是医学奇迹 医学奇迹 医学奇迹 是靠什么来 产生的呢 产生 第一个是选择了一个 很好的运动 第二个是有良好的心态 良好的心态 这个心态呢 就是有爱心 有坚持 有毅力 最终呢 实现了他的人生梦想 原梦成功 就是我们所谓的中国梦 我相信 整个中国的梦想 是由我们每一个人的梦想组成的 每一个老百姓的梦想组成 一整个的中国梦 中国梦 那么每个人的梦想呢 都不一样 都不一样 但是大家都要抱有希望 对人生 对社会 对国家抱有希望 这就是正能量 这个梦想必然会实现 因此呢 养生学 讲的也是这个道理 养生学 中医养生学 很注重一个人的信心 第一个选择 一个很好的运动 就是走路 第二个呢 就是带着这种信心和爱心去走呢 效果就完全不一样 效果就完全不一样 你要是带着沮丧 难受 痛苦去走 可能走不出这种效果 但是你带着爱心去走路 七个月之内 消除重度脂肪单 这在医学上是奇迹 医学上是奇迹 所以说呢 很多疾病啊 大家看起来 不要害怕 尤其是很多绝症 你只要有信心 有爱心 心情放松 同时呢 配合合理的运动方式 像步行啊 这样合理运动方式 很多病呢 就能好起来 我在临床中呢 要求我的患者呢 尤其是糖尿病 高血压的患者 都要求他每天走一万步 坚持 三个月 有30%的糖尿病啊 就不治而遇了 后来呢 就没有再去吃药 也脱离了 胰岛素的注射 脱离了西药 原因在哪里呢 一个人的信心恢复了 他的治愈能力产生了 疾病就消除了 这是不行的好处 所以中国人呢 非常讲究孝道 刚才我们看到 母爱非常伟大 那么反过来 百善孝为先 作为儿女 应该孝顺父母 孝顺父母的身心 先让他们健康起来 那么 百善孝为先 与之对应 还有一个词 叫做万恶银为首 万恶银为首 什么叫银呢 银就是过度 古代的词汇 对于银的解释 就是过度 什么过度呢 欲望过度 人的欲望有两种 一的是饮食 一的是男女 饮食过度 就会出现这种这样的 身体的疾病 像我们知道的 高血脂 高血糖 都是饮食 节奏不好 所导致的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男女欲望过度 男女欲望过度 就会导致什么 就会导致肾虚 经虚 身体出现这种这样的问题 我用案例来说明 第一个问题呢 是糖尿病 以前有一个患者呢 做旅游生意 男性四十多岁 他夺的是什么病呢 是糖尿病 十年了 到最后呢 那个那一年 2008年 2009年 找我看病的时候呢 当时的状态是什么 是阳尾早歇 脚凉 这种表现呢 非常典型 就是中医所说的 肾阳虚 小便贫 灵力不尽 面色辉煌 尺脉尘息无力 面色的是发灰 发暗的 尺脉尘息无力 一看到这种状况 你就知道 肾气亏 当时我跟他讲 你的 一定要跟这些女朋友 分胎 因为什么呢 他不仅有太太 已经有家庭了 但是呢 外面呢 还有很多这些女孩 这些女孩 把这个身体呢 他这个身体 消耗的很多 就是主要是消耗肾气 如果这样的话 时间长了 对身体影响很大 你这种情况 脚开始凉 这有可能是坏剧 再往下发展 那个末梢神经的这些反应 就会降低 就会变得麻木 麻木之后啊 你很有可能碰破了之后 自己都不知道 就会感染 糖尿病一旦感染之后 就很难好 很难好 甚至呢 脚就开始变黑 变硬 到最后截肢 他说 彭大夫 你吓唬谁呢 糖尿病有截肢的 我说你不信 没有 这就是无知者无畏 你去医院里边去看看 周围血管科 周围血管科都是什么科 那个 下肢静脉曲张的 脉管炎的 第三类呢 就是糖尿病坏居的 切掉脚趾的 都是这些病啊 你不去看 不学习就退步 这个糖尿病患者呢 百分之三十的人 糖尿病十年 有坏居的现象 他说 根本就不相信 我说 你必须得养肾 身体才能好 跟这些女孩分开 你的 好好的养养身体 打打坐 连连太极拳 是吧 修身养性 根本就不听 他根本就不听 他说 人生在世需尽欢 末世金尊空略月 这个 我挣这么多钱 就是为了享受的 你能让我不享受吗 他一说这首诗呢 我就知道了 这是价值端不同了 价值端不同 价值端 它的价值端是 降乐主义 降乐主义 这是西方很典型的 价值端 中国人不是这样 我说 那没办法了 那我给你摊好药 你慢慢吃 要是有一天 出现问题的话 赶紧跟我联系 可能我能帮你想到办法 就分开了 分开之后呢 过了一年 给我打电话 说彭大夫 我在你们医院 附属医院 周围血管车 快过来一趟吧 我这个问题挺严重的 医生说的 截肢 然后 当时呢 我一听这话 赶紧过去了 因为离得也不远 去了周围血管车 三楼病房 一看 几个主任还都在 就问了一下情况 看了一下病例 他说 你知道吧 彭大夫 这个后果 这一别来 一别之后 这发生的事可多去了 一开始呢 脚梁 后来呢 麻木 这个脚非常麻 开车呢 已经不灵活了 踩离合器 踩刹车 配合不好 配合不好 怎么办呢 顾司机 来开 我自己歇着 后来呢 那个脚踩到地面上 就好像踩到棉花上一样 就着不了地 就感觉很软 然后大脚半年前 出差去南方 在南方呢 就开始脚就开始疼了 难受了 不舒服 结果呢 当时因为觉得 人生地不熟的 想回北京来治 结果一拖半年 回来之后呢 医生就说 已经有一部分坏死了 很厉害了 你就怎么不早点来呢 我一看那个脚 有一部分都已经黑了 他说 那这就是现在这种情况啊 你说怎么办 彭大夫 那个 我说 有没有做蛋细胞移植 他说做了呀 一星期之前就做了 蛋细胞移植没成功啊 对不对 蛋细胞移植 拿出来一培养 培养分裂好了之后 再打到脚上去 长出新的血管 他说 对我来讲没成功 医生说还得歇 我说那也没办法呢 实际上你不听话呢 到最后 就是 这是我真正 你得接触的 第一例的 糖尿病 节肢的患者 糖尿病 这是我在朋友 范围之内的一例 所以说呢 人啊 一定要 一定要 遵守这个自然规律 自然规律 古人啊 在这些书里边 都已经写了 都已经把经验 总结下来了 你还不遵守 你这不自讨苦吃吗 自讨苦吃 第二的是什么呢 一个患者 社会精英 男士 32岁 2009年 那年才30岁出头 很有钱 怎么有的钱呢 这也是苦出身 一开始呢 在社会上练摊 做过酒店 开过小餐馆 那个 卖过 那个杂货 什么都干过 是北漂 非常苦 后来呢 通过卖书 赚到钱了 成立了图书公司 图书公司成立之后啊 然后 那个签了几个非常优秀的作家 然后 畅销书 然后05年 06年 07年 这三年 生意呢 非常好 赚了上千万 上千万之后啊 一下子负了 负了之后啊 就烧坏了 头脑 胜利冲昏了头脑 他也忘了自己出身 是一个草根了 天天的怎么样 换助理 北京所谓的助理是什么 就是在老板阶层啊 助理就是女孩 就是女朋友 半年之内换了三个女朋友 好色 然后呢 所谓古人有句话叫做 男人有钱就变坏了 男人有钱就变坏 这是很典型的 换了助理之后呢 那个肾气 慢慢的就不好了 找我探病那次呢 一把脉 两个肾都特别虚 他说彭大夫你知道吗 最近 可普脑了 每天晚上小便七八次 睡觉都睡不好 我说可不就是这么回事吗 肾阳居 最好办 我说用中医 治这种症状 最拿手 这西医 你要 你要让西医去治 西医给你化验肾 一点问题没有 尿也没问题 没有蛋白迁血 血压也正常 血色素也正常 有什么问题 回家吃点VC吧 能值得咬吗 所以说用中医来治 还是不错的 你很有智慧 我就给他开了 欺负药 吃了一星期 那个萤火汤 用拔几天 给他熟地 大量的拔几天 给他吃 他说熬了药 怎么这么咸 我说当然咸了 咸拔几天嘛 吃了之后 那个一星期之后 小便好了 一天晚上小便 也就是一两次了 很开心 他说彭大夫你真神 这个病呢 很不错 你看夏末 我怎么办 我说夏末很好办 你给你的助理先分开 一段时间 搬到郊区 上怀柔秘云 找一个农家院 天天呢 吃点农家饭 呼吸呼吸 新鲜空气 然后呢 打打坐 练练太极拳 你身体才能好起来 要不然身太亏了 才三十多岁 他说你说啥话呢 彭大夫 我这正当年 怎么会这么差呢 我说你的脉象 有一个情况非常不好 就是把上去脉 这个尺脉特别空 就是尺脉特别空 寸观尺 尺脉特别空 那么寸脉呢 特别浮 已经到了余记了 这种脉象 在古代的遗书里边记载 是六十岁 七十岁的老人才有 这种脉叫中风脉 老人出现这种脉象 不多久就会中风 要是不治疗的话 你现在还不养生 你将来中风打掌 他说你开什么玩笑 我才三十多岁 还中风呢 我说你可别小看啊 我以前在临床的时候 一天送走了三的 中风的患者 什么叫送走呢 那一晚上 那三的中风患者 都病情发作 抢救 你的没有抢救过来 去世 第二天我写死亡病程 大家都知道 患者一旦死亡之后 在写死亡病程总结 就这些患者入院什么情况 怎么治疗的 怎么去世 当时怎么抢救 就这死亡病程 写了一上午 写了三篇 三份 然后当时我就想 现在这中风这么厉害呢 最年轻的 咱38岁 脑初学死了 这整个社会状态全乱套 中风有什么有关呢 第一个是血压 高有关系 中风的高风险 第二是血脂高 第三的是什么呢 第三的就是脾气不好 熬夜 再有一个呢 脉象非常差 脉象非常差 从中医眼光看来 那么呢 我就跟他说 你不要那个小乔这件事啊 这个事情 你现在身体状况这样 不听我话的话 很有可能出现这种问题 他说你别吓唬我了 然后你快开房子吧 彭大夫 所以说很多人啊 把医生啊 只看作是 只会开房子就行了 他忘了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医生 患者在相互配合 患者的主动权占70% 医生占30% 叫三分至七分养啊 你去看大夫 不是仅是要一张房子 回家吃就行了 你还得养生呢 你不养生 单纯吃药方 吃一吨都没用 我就给他开了药方 他回家继续吃 回来继续吃呢 我说咱俩这个电话保持通畅 为什么呢 以后有问题赶紧给我打电话 我是找不着你 为什么我找不着他呢 因为咱们白天的时候 他通常都在睡觉 他这个出版业跟娱乐圈 时尚圈都是一个圈 晚上几点睡觉呢 晚上三点睡觉 早晨十一点起床 所以说以前我早上得打电话 十一点之前永远是关机 再不就是转秘书台 就这种生活习惯 他说我就说以后你有什么事 直接找我 咱们电话保持通畅 他说行 妥了 走了 走完之后呢 过了大概是一个半年的时间 半年 半年时间之后 突然有一天打电话 说彭大夫 出事 现在我在南三环这边 我当时第一反应 怎么上南三环了 说话有点吞吞吐吐的 不太连贯 他说我在南三环 中风病康复中心的 国外医院 你赶紧过来了 这真让你说着了 然后 那个前两天 这个脑穴管出现问题了 然后我一听 可能是出问题了 然后就去了 去了之后呢 一看 一个人孤零零的坐在那块 一个护工推着他 在那晒太阳 坐轮椅上 走路已经行动不变了 他说彭大夫 回不听当初你的劝 大概是一个多星期前 有一天晚上 去鬼街吃饭 点了麻辣小龙虾 无山烤鲜鱼 这些好吃的都上了 喝啤酒 白的皮的都喝了 喝完之后呢 头疼 呕吐 当时没有经验 还以为是喝多了 朋友呢 就开车送回家 当天晚上疼得不行 凌晨的时候 发现不太对劲了 这就说话说的不太好了 喝水喝不进去了 漏水 怎么办 打电话 让他朋友 把他送到急诊科 急诊科一看 很便行的中风 脑部的小面积出血 给他梳上液 然后治了一段时间 说已经差不多了 去汤妇吧 转院吧 那边条件能好一些 就转到这边来了 然后说话呢 断断续续 走路已经有一边腿啊 走路特别的不顺 特别不顺 当时就是这样 这是什么状态 这就是长期的 这个好色 伤肾体 伤肾 肾气推了之后 水分缺少 肾一须 火气就中 火气一中呢 那个 一旦冲破血管 就是脑出血 脑出血 这个出现这种中风的表现 后来呢 我这个朋友啊 事业一落千丈 事业一落千丈 原来挣的那几千万呢 全都赔进去了 再加上那两年 这个图书销售的 这个冲击力非常大 冲击力非常大 对于纸煤啊 冲击力很大 很多经销商 用他的说法 就是很多渠道都压着货 款呢 都没有回来 怎么办呢 一直就处于这种状态 这个钱呢 也没回来 生意也谈不成了 身体也衰败了 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年轻的时候 不懂得养生 不懂得养生 要是早一点 学了传统文化 学了黄帝内经 就不至于有这样的结果 不至于这样的结果 所以以前我们学 传统文化的时候 你的老师 包括蔡里旭老师 经常讲 这弟子规是什么呢 弟子规就是交通守则 你的人生呢 就是在开车 很多人开了开车 就开到沟里去了 为啥呢 他不懂这个交通规则 不懂啊 没有穴落 有的人呢 不仅开沟里去了 加速油门 还得撞死 车毁人亡 人生也是这样的 所以说呢 学了传统文化 学了养生 你就知道 怎么样保养这辆车 怎么样让它平坦的 在大道上行驶 怎么样避免车祸 怎么样 让这个 你的这个人生的车 开到你的梦想的彼岸去 所以说呢 这就是传统文化 带给我们的益处 带给我们的益处 这个规律 非常重要 规律非常重要 规律就是 古人总结的这些经验 中医学里边 最重 最注重的一部分 就是经验 我们看了这张图片 这是谁 玛丽莲梦露 这是不是美女呢 是 是美女 我们再看另外一张图片 这是 这也是一张 那个 玛丽莲梦露的照片 这是她临终的照片 所以说美朔是什么 美朔是什么 美朔其实就是一场梦 大家不要为这个幻境所迷 不要为幻境所迷 四大名著里边的第一个著作 《红楼梦》啊 排名第一的《红楼梦》 讲的是什么 讲的是爱情 爱情是《红楼》 爱情关系是什么呢 就是梦 就是梦 两个人呢 好的时候 如骄似齐 如骄似齐 你死我活 生来死去 等分开的时候呢 形同陌路 这是什么 这就是爱情啊 这就像一场梦一样 所以曹雪芹 把这场梦描述得非常到位 叫《红楼梦》 《红楼梦》里边的第一回 第一回里边有一句对联 对联 这句对联呢 是这样写的 假作真实 真意假 无为有处 有还无 不要为这些梦境所迷啊 梦幻泡影 如梦幻泡影 如露易如电 人的一生就是这样的 人的一生会遇到过很多的现象和场景 不要为他所迷 不要贪图一时之快 而把一生啊 都得毁了 都得毁了 所以说呢 传统文化里边讲 尤其是那个中医学里边讲 人的身体啊 出现了一些信号啊 就提示着你的身体 出现肾虚的表现 这时候呢 就应该怎么样 就应该养生 就应该保护好身体了 哪些信号是肾虚呢 第一个是腰膝酸软 两腿无力 第二个呢 是精神萎靡不振 健忘 迟钝 反应迟钝 肾虚虚 肾 肚骨 生髓 脑围随之海 大脑记力不好 说明肾气不足 第三点呢 是面色苍白 或者离黑 牙齿松动 脱发 第四点是头目悬晕 失眠多梦 第五点是小便 皮朔清肠 夜间多尿 余力不尽 男子呢 出现阳尾早泻 精冷 什么叫精冷呢 就是精子质量不好 结婚好多年呢 生不出小孩 不育 医查 去院医检查呢 发现精子的质量差 A级精子活动力特别低 代表什么 身体里边的生机不足 肾虚 女性呢 公寒不育 必经量少 这都是肾虚的表现 那么出现这些表现的话 应该怎么样 应该养生了 但是这些表现呢 有的时候会出现在年轻人身上 在我的门诊上 很多例 古人在 孔夫子在论语里边这样说 他说 少之时 血气未定 介之在色 人年少的时候 血气不稳定 身体没有发育好 一定要接除色欲 不要沾染这些 那情色的污染 这样的话呢 要是情色污染之后啊 这个人身体就容易出现早摔 就会出现我刚才所说的情况 以前啊 我制作一个患者 叫小可 25岁 当时找我看病的时候 其中表现 那个他说 彭大夫 以前没看过你的文章 不知道 看完你文章 才知道我的病根在哪里 在大概在十年前 在上初中的时候 上一个同学家里边聚会 看了一盘黄色录像 看完这盘黄色录像之后啊 染上一个坏毛病 什么呢 手淫 一天最多的时候 手淫两次 这种情况持续了 大概半年 一学期之后 学习成绩就下降了 脑子开始变得不好了 一开始我的成绩 是全班数一数二 整个家庭以我为中心 我弟弟妹妹很多 堂兄 堂弟 堂妹啊 表弟表妹很多 一个大家族他是长子长孙 全家人都以他为希望 为什么呢 因为学习成绩很好 体力也很好 那个还是足球队长 各方面的都很优秀 染上这坏毛病之后啊 这个人啊 状态就不好了 脑都变笨了 学习记不住东西了 上课好像看电影一样 老师讲完了之后就忘了 回家做题 看书的时候啊 做不下来 心里好像长草似的 做不住 原来体力非常好 跑步的时候啊 蛮长跑 当足球队的队长 后来染上这坏毛病之后 半年之后 稍微一活动 大汗淋漓 气喘吁吁 脾气变得烦躁 你的心里啊 变得很抑郁 很压抑 不喜欢跟周围人接触 大家 他的父母呢 还以为他得了抑郁症 带他去 你的心理医生看病 结果呢 诊断为焦虑和抑郁出击 怎么治疗都不行 结果呢 考大学没考好 考了一个三流的大学 现在呢 大学毕业 在一个公司里边 整天混日子 什么都不占 我现在就是什么都不占 破半破摔 说着说着他就哭了 他说彭大夫 要是早一点看到你的文章就好了 就不至于误入歧途 我告诉他 我说 人非圣贤 熟能无过 这个坏毛病啊 早点改早就好 你现在才25岁 还来得及 人最重要是立志 立下一个志向 去努力 一定能好起来 我就告诉他 第一点 养生啊 第一点 先立一个志向 树立一个目标 你的人生目标 一定要树立好 否则的话 你的所有行为 都是散乱的 第二点 每天早睡早起 十点前睡觉 早上六点起床 锻炼身体 第三点呢 配合一些养生粥 好 我过会跟大家分享 有板栗叶山药 这种养生的粥 来配合喝 第四点呢 用中药来调理 中药怎么调理呢 给他看一些补肾的药 这是第四点 最重 最不重要的就是第四点 其实很多人找大夫看病了 往往把最不重要的 看得特别重 往往把最重要的 都得忽略了 医生给你医嘱的时候 那是最重要的 改变你的生活习惯 这是从根本上调整 那么中药呢 是辅助的 我说吃中药 不要吃太长时间 大概三个月到半年 就会好起来 他说行 彭大夫 我相信你 后来呢 他就开始按照我说的去做 严格执行 三个月之后 他的身体就开始好了 一开始好的是什么呢 是肾先恢复 肾气足 腰先开始有劲 这个人啊 这个肾气亏的一个最主要的表现 就是腰酸 腰酸什么表现呢 就这人啊 坐在这块 他很难这么挺着腰 这么做 这么长时间 很难 坐一会儿呢 就喜欢这样 这样 就弯下腰去了 就这么靠在后边 靠在后边 这个腰呢 就挺不住 腰发空 用手 使劲一舞 才舒服 这就是肾气亏 那么呢 通过吃中药 早睡早起 锻炼身体 包括练习 顾肾功 这是养生的功法 三个月之后 腰就开始有劲了 肾本脏开始恢复 这是最好的现象 体力开始好 半年之后呢 脑力开始变好了 脑力变好 什么表现 他说彭大夫 你都不知道 我现在脑筋多么好 以前那个领导 教理我的工作 我是能不占就不占 能拖就拖 能让别人去做 就别人去做 我从来不是上赶着 现在是什么状态呢 领导教理我的工作 很快我就完成了 而且完成得很出色 现在呢 领导教理我工作之后 完成完了 还会提很多合理建议 合理化的建议 让这个事业呢 变得更好 这个客户的满意度呢 邓钓 因为他是做物业的 做物业服务的 他说让客户的满意度 邓钓 提出很多合理化建议 这些建议提出来之后 老板非常满意 一直给他升官 后来呢 一年之后 荣升为特长 那年过年的时候 发短信 他说彭大夫 真的非常感谢你 我的人生呢 从此不同了 原先呢 是一个颓废的人 现在呢 变得朝气蓬勃 人生事业都非常顺利 这说明一个什么特点呢 人的身体 与他的事业家庭 绝对是关系密切的 一个人身体不好 哪有精力发展事业呢 没有精力 一个人甚虚 甚虚的人什么表现 懒惰 什么都不想干 怕事 做事情呢 没有信心 畏首畏畏 那个稍微做一点 繁重的工作 就变得不耐烦 心里边烦躁 这是什么 这是渗水亏虚 没有持久力 没有灵活变通的能力 脑力变得不好 体力变得不好 人缘变得不好 这事业肯定做不成功 那么家庭呢 也不会和睦 那么通过修身养性 通过中药的条理 身系恢复了之后 就会怎么样 那个事业就会顺利 这个工作呢 就会和谐 这个家庭呢 就会和睦 身体就会好转起来 那么这里边 这里边呢 讲到一个道理 就是肾气亏了之后 脑力就会下降 一个人啊 肾虚了之后 脑力会出现 四个方面的表现 第一个是大脑 好像被抽空一样 空了 第二个表现是什么呢 记忆力 理解能力 思维能力和专注力 下降 脑力 重点表现为 这四种能力 都是下降 所以说 顺虚的人啊 我接触的很多啊 有一些企业家 都是这样 他说彭大夫 不瞒你说 这个 比如说前一天 前一天 我已经规划好 一个事情 在谈一个项目 在去跟领导见面了 已经全都规划好 安排好了 就是前一天晚上 那个发生 那个房市 房市 卸精 卸完精之后 全身就好像死蛇一样 一点劲就没了 第二天早上 醒来之后 特别疲劳 特别累 累了之后啊 就会什么事情都想不起来 然后第二天的所有的工作都脱后 都不想去站 对事情呢 畏首畏尾了 所以说呢 在这种状态下呢 就把身体给伤害了 伤害了 所以 肾气推啊 对身体的影响很大 很大 脑力下降 体力下降 那么中医学认为啊 随者 骨质通 中随者皆属于脑 我们看到这个图片 这就是肾 中医所说的肾啊 代表着什么 神经系统啊 脑脊液 那么现在医学研究发现呢 脑脊液的构成成分 跟这个精液的成分 非常类似 这个构成了什么呢 很多男性 射完精之后 脑力就开始变得迟钝 脑就变 大脑就变得迟钝 有一种感觉 就是大脑好像被抽空一样 这种现象呢 在中年人身上 体现的特别明显 特别明显 那么呢 在青少年身上 体现的也很多 也很多 那么现在呢 有一种说法 就是说 手淫对身体健康无害 这是现代医学的研究 他认为呢 人 手淫完了之后啊 射出来的精啊 无非就是一些 精液里边 就是一些蛋白质 核糖核酸 碳水化合物 还有水 没有其他的东西 这些东西呢 营养程度不高 也就是一杯牛奶的营养 吃一个鸡蛋的营养 所以说呢 那个手淫对身体无害 吃完精之后 第二天喝杯牛奶 吃着鸡蛋就补回来了 这种说法 从营养学的角度 看似呢 非常合理 但是你仔细一分析呢 就发现不对劲 怎么叫不对劲呢 因为西医的这种方法 现在医学的这种方法 是把这个营养完全切碎之后 分析它的化学成分 通过化学成分的对比 来分析判断你的营养 是否那个一致 价值是否一致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就要问一句话 人 男性 一次射出来的精液里边 正常的精液 有两亿的精子 两亿的精子 这两亿的精子的 建汤的精子 每一个精子 都能合成下一代 那么试问 牛奶鸡蛋可以吗 乳奶鸡蛋可以吗 我们再举一个比方 按照西方的这种思路 再举一个比方 那个 把一个一次性的饭盒打碎 打碎 分析它的化学成分 你会发现 它的化学成分 跟一个一张光盘 这张光盘里边 包含着 所有的图书馆的 这些馆藏啊 信息啊 压缩在一个 D9光盘里边 非常有价值的光盘 把这张光盘打碎 分析它的化学成分 发现 这张光盘的化学成分 跟着一次性饭盒 的化学成分是一样的 于是妥了 得出来结论 光盘的价值 等于一次性饭盒 能这样对比吗 显然不能 那么我们 同理可证 同理可证啊 这个精液里边 有两亿的精子 它的价值 能够跟牛奶鸡蛋 等同吗 显然不能等同 显然不能等同 所以说呢 我经常用一个反比例 反面的比喻 来说明这个问题 现在医学啊 总是用营养学 来界定对人体 是否有用 这是从物质层面看来 有一定的 那个科学道理 但是呢 有很多程度啊 生命的这个 身体这个组成啊 生命这个组成 不仅是物质 还有能量 还有信息 这两个方面啊 它都没有兼顾到 没有兼顾到 能量和信息 翻成中国话 就是精气神的神和气 也就是生机 这生机是什么呢 就是种子发芽的力量 这叫生机啊 我经常说 你把一个种子 分析它的化学成分 分析明白了之后 用它的化学成分的 同等的比例 合成一个药片 这药片的成分 不就是跟这种子一样了吗 对不对 妥了 你把这药片 埋到土里边 你让它发芽吧 过一万年 它也发不了芽 为什么呢 它没有生机 注意啊 这一点很严重啊 它没有生机 药片里边没有生机 种子里边有啊 种子里边 你埋到土里边 第二年就发芽 它有生机 这就是气和神 按照现在医学的眼装探来 这就是能量和信息 那么同理可证 男人设出来的经验里边 同样有气和神 同样有能量和信息 而这些 气都被忽略掉了 所以说古人有一句话 叫做一滴精十滴血 这现在很多习也经常说 他说中医说一滴精十滴血 一点科学道理没有 精液里边 一滴精液里边 有十滴血那么多营养成分吗 他根本他就没有看懂中医的著作 中医所说的一滴精十滴血 根本就不是他那代理 而是什么呢 你身体合成一滴精 所消耗的你动用你的元气 你的生命能力 所消耗的这些元气和生机 跟合成十滴血 所消耗的元气和生机是一样的 也就是你吃这么多饭 吃这么多蔬菜 水果水果精微 变成我们身体吸收了之后 把它变化成精 变化成血 所消耗的元气的比例 合成精的这种消耗 要比合成血消耗的多 所以说呢 男生 男士 过早的手淫 或者是防势太平 绝对是消耗你的元气的 就会让这个人 生命能力降低 生命长 生命能量变低 变低之后 就会出现什么状况呢 就会出现我刚才讲的 精神萎靡不振 浑身呢 就好像没有精气神一样 非常懒散 记力也不好 脑力也不好 学习成绩也下降 腰酸背痛 年纪轻轻的 像老年人一样 这不就刚才我说的 肾虚的表现吗 这些现象 还有这些道理 其实就是印证了 中国的一句话 那个少知识 血气未定 戒之在色 这是年轻人呢 就得把这一点呢 一定要保护 所以说呢 我再总结一下 今天的基本内容 养生学里边 无非就是以下几点 饮食要清淡温暖 睡眠要充足 尽量早点休息 十点前睡觉 运动呢 最好的运动是不行 心态呢 要有爱和感恩的心 去除怨恨恼怒烦 要记住 是亏是福 要记住难得糊涂 那么呼吸呢 才能绵绵细长 身体才能好 那么我们学习传统文化 国家领导人习主席 在以前的党校讲话里边 曾经讲过 优秀的传统文化书籍 作为古今中外的文化 精华的传世之作 思考和表达了 人类生存的发展 生存与发展的根本问题 其光芒 穿透历史 思想价值 跨越时空 成为人类共有的精神财富 要通过研读 传统文化的优秀书籍 吸收前人 在修身处世 治国理政方面的智慧和经验 养浩然之气 素高尚人德 不断提高人文素质和精神境界 我们国家的十八大报道里边 也明确提出 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 建设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承体系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加强社会功德 职业道德 家庭美德 个人品德修养 弘扬中华传统美德 弘扬时代新风 那么今天的报道就到此结束 最后呢 祝愿大家身心健康 生活和谐 事业兴奋 人生幸福 谢谢 好 让我们把掌声再次送给彭博士 谢谢大家 弟子归上说 身有伤怎么样 移轻忧 多有伤 移轻休 那我们曾经也听到一句话 这个 要补不如食补 食补不如动补 动补不如什么呀 心补 那现在大家知道怎么样补心了没有 用传统文化的方法去养心 去补心 那相信啊 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成为一个上一 好 那我们再次谢谢彭博士 谢谢 谢谢 谢谢